中華館民 其他很久的中華百歲中華店 適合中生正式來開工啊 中華館長 王輝美也有中華市長 臨世衛 和約中高雲友喊公司 黨署長老家勝頂郎 京東維新健康庭記憶兔頭 正式選擇中華百歲中華店 開始時間 第一產開工順利 那我們的鄉親等了很久 那從今天等到一百十五年 我們鄉親就可以來這裡 有很好的停車空間 有很好的消費環境 讓大家在這裡慢慢找你希望要買的東西 可以創造出我們一千多個工作機會 讓我們的民眾能夠更加的方便 那這裡總共是地下四層 地上二十一層 那投資額度是四十三億 那也期待我們中油百貨能夠如期如值 盡快的來完工 讓我們的民眾可以拼經濟 一起為彰化這塊土地一起來努力 我們的營運方向就是 我們會找體驗室的東西 或者是餐飲 然後購物 這些都是我們未來會尋找的方向 那我們目前有得請規劃公司 來幫我們去做了一份試調報告 那我們也知道彰化地區的民眾 他喜歡的品牌是什麼 那我們會盡力爭取這些品牌的進駐 這個城市的進步一定要上下一舉 大家一起努力 我想這個是商務化的第一件的VOT案的 縣市合作成功的案例 我想縣長很有高瞻原始 在我們衛生井那一塊股幣 比這裡的面積更大 那我跟縣長也簽了合約 由縣政府來主導 我希望這整個七億的商業發展 會越來越繁榮 我希望那個VOT案 也能夠很快的有成果 那對整體彰化的進步 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忙 中原百會中華店是由 中華管政庫和中華市公所共同 合作推動的 以及在一百十五年的第二季開幕 中的印證230件 中華財政庫和中華財政庫 並且有整個電影 設備完成親自雄寒五六中所 基本大型熱門 電營外燈和高品質 藝本鄉原 要帶給中華人 都外的新平台消費體驗 共和平道林義淳 中華蔡鳳報道